其實今天這一個紅衣大哥節目的邀訪 有一段時間了 那選舉的關係 其實不太有機會到台北來上節目 那今天是原先就安排好的 那選舉不論是空戰陸戰都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也是空戰陸戰都持續在進行當中 市長因為你昨天到中華大學去選會報告 那您自己認為說 對於下週的結論您有信心嗎 那這個過程當中是不是好像有一些狀況 我們再幫您說明一下 當然因為我過去也沒有參加過學論會 昨天是第一次 那這個審查的過程當中 我是有一些訝異 因為除了這個現場有一位老師 不過我也不知道他的身分 因為他也相當的這個 因為律師有要跟他交換名片 不過他看起來並沒有想要讓我和律師知道他的身分 那學論會的方式呢 一般民眾大概也不知道 因為我昨天第一次去也才知道原來是這樣 就是我在一個空間裡面和律師 那麼面對電視 那電視那一頭傳來了聲音 那就是學人會的委員 那學人會的委員就會提出各種不同的問題 那我昨天其實一開始先做了這個整個這個中華的這個論文的一個聲明說明 那不過不同的委員 其實對於他們自己的這個問題 有的會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 那我到後來有一位委員我就告訴他說 委員你這個問題剛剛已經提過了 那我也再一次的告訴你我的主張 那我認為我的論文是依照著這個逐科計畫 那我論文在2008的4月份 和我的這個這個論文的指導老師 賀立行老師 另外一位王明朗老師 已經先共同的做了一次聯名的發表 那再來 時序呢 是6月26號口試論文結束 然後逐科這個期末報告 才結束在7月份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件事情 這整體是一體的 所以我的主張沒有抄襲的問題 但是顯然這個審議其中的一位委員 當然因為看不到他 他也沒有介紹他是誰 那他對於這個時序上 他是有不同的意見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委員 他的問題就進入了論文裡面的細節 問我什麼時間 這個內容是怎麼樣去操作等等 那我盡量的去把它回溯跟說明 因為畢竟他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那當然有委員還甚至於會提說 你這個論文的這個地方是寫錯的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就告訴委員說 因為這個是做學輪會的目的是說 有沒有抄襲 那如果我的論文評質不佳 寫錯的我虛心接受老師的指教 不過這個昨天學輪會的時間 比起原先他們通知我的時間拉長很多 那後來是在律師的提醒 那在現場的主持的這一個委員 他就表示說時間也超過了 那大概昨天的一個情況是這樣啦 台大論文案會深度嗎 我一定會對於我個人的這個人格 還有清白去做捍衛 那未來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去做為一個 捍衛人格和清白的方式 我們跟律師正在研議當中 那市長跟您請教一下 因為昨天這個蔡總統在總統會上 有說要相信統治的情感 不過今天黨內有一些其他的意見 那包含像是這個王世堅議員 那包含高嘉義立委 他們都認為說 這個事情不應該所謂的 跟台大對之干的這個部分 那您怎麼去看這個事情 我要特別強調 在這個事件上 我們絕對沒有要和台大來對抗 我要強調 我們不斷的在提是因為 這一個學人會的召集人 蘇恆達院長他未審先判 所以當時我們的主張是說 希望這個蘇院長應該要回避 那所以在律師也發了三次的這個 應該是有兩次的email都有提到 希望蘇恆達院長應該要回避 那因為最後蘇院長 在他們自己的程序裡面 表示說不需要回避 後來我們也認為那既然如此 台大覺得不需要回避 那我們為了要保障自己的權益 8月9號我們還是請這個律師 發了email到學校去 也具體的給了兩個時間 因為我現在正在選舉 那時間上希望大家能夠互相配合一下 那但是很遺憾就在8月9號的11點 台大非常大的動作 召開了記者會 那在現在的各位媒體朋友很多都知道當天早上我正在召開另外一個記者會 所以當各位問到我這件事的時候我也相當錯愕 因為第一這個台大的學輪會 其實它是兩個月內完成就可以了 那從他們啟動到8月9號大概就是三個禮拜的時間 那我覺得這個是攸關著這個我和另外一位余先生的這個權益 那我也提出了人證物證還有公證的資料 那完全沒有被採納 並且這麼大的動作這麼快的時間做出這樣的一個審定 我覺得對我來說不僅是學位被取消了 更重要的是我的這個人格跟這個親慾生育受到很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絕對沒有要和台大來對抗這一件事情 我想我和我們的團隊都是希望能夠把這一件事情還原 然後還給我自己一個清白 目前沒有選擇申訴的考量是什麼 我們沒有說不申訴 我剛剛已經有回答這個問題了 我是說在之後我們會和律師來討論 要用什麼方法來捍衛我的這個清白 市長先請教一下 因為今天有最新的一個民調是關於說這個論文事件之後 要退選的部分 那今天有說這個6成2的民眾認為說你應該退選 那你怎麼看這份民調和你接下來下一步的動作 怎麼打算 選舉的過程當中都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機構 或者是單位來做各式各樣的民調 那我多次都有表示民調我們都是作為參考 那但是在這件事件上我覺得這件事情上這個是對手他所期待的他們設定 就是因為他認為自己的候選人不夠強 所以從我被徵召到現在 已經三十幾天的時間 那麼這個對手除了潑髒水攻擊和抹黑 完全都沒有提出任何的主張和政見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因為從這個7月5號到現在三十幾天的時間 過程當中我們除了勤跑基層也提出了政見 但是顯然都沒有辦法被好好的來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桃園的市民來說是不公平的 因為過去八年鄭文燦市長有很好的政績 那在這個選戰因為負面的選舉 所以這個政績也沒有被討論被淹沒了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勤跑基層 然後也提出政見也被淹沒了 所以顯然國民黨在這次的選舉 想要用這樣子作為負面選舉 作為一個選舉的主軸和基調 那我認為我們不認同 並且我也覺得不會得逞 我們會自己按部就班 步步為營 持續做好我們的選務工作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